三莫菲是科学服务行业的领导者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职业选择的方向 同时也是我投的第一份简历 很幸运我被录取了 我切身的感觉当场的三莫菲的员工 非常的亲切 非常得和蔼可亲 那么清完三莫菲的宣讲会之后呢 我是毫不犹豫的应聘了三莫菲 最终非常幸运地加入了这个家庭 公司具备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能够为我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经过了接近三年的一个HOP培训 它使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 能够快速地去了解公司 然后其实呢了解我们个人 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更快地去适应社会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 能够了解到自己他的职业发展的方向 我们得到最大的收获呢 应该是一个思维的一个转变 个人持续的成长 还有总是有一些新鲜的故事在发生 在存在我们 我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从一个刚毕业的菜鸟逐步成长为能够阻挡一面的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工程师吧 在三默飞工作呢每一天我都感觉很自豪 因为三默飞有个使命就是让世界变得更清洁更安全更健康 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用户要新建一个食品检测的实验室 需要采购一大批的设备 大概价值在一个million左右 后来经过我们团队和公司FA部门的通力合作 充分的讨论并且分析 然后利用我们公司的优势制定了一整套全面的解决方案 充分的向用户展示了somefacial的品牌形象 那最终用户也是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 并且接受了我们完整的技术方案 我最近从技术支持的岗位转变到了更加商务的BD的岗位 我从工作方式思考方式以及面对客户的角色上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我觉得三年的技术的工作是一个基础BD的职位是需要我有更强的市场和商务的嗅觉 这方面是需要加强的 我也非常感谢赛莫菲给予我这样的机会 也希望我在赛莫菲能有一个长久快速的发展 我2014年加入赛莫菲的HSA部门 在第三年的时候我被提升成为应用主管 从公司的个人贡献者转变成为一个小团队的领导者 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只有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不断提高用户满意度 推动部门业务的发展 同时也促进我个人的成长 在Sumo Fisher工作 我最喜欢的是机遇与挑战 收获和成就感 背后总能有一个团队在支持去完成这些挑战 开放的环境包括就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团队氛围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起工作 满满的成就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